我们就要来看到 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 第一题就要直接从这个柯文哲的事情来开始谈起 大家都说北检在昨天有传唤五名 一连串这几天都有动作 传唤五名记者之后呢 昨天发出的新闻稿来看一下北检他写了什么 他说呢记者报道的消息来源都不是来自北检 也不是来自廉政署调查局还有法院等等的公务人员 另外他说相关报道还有券证也有诸多不符合之处 好因此大家就在问那你是不是不符合 那这些报道都是假新闻 所以NCC你在哪里呢 好另外呢粉砖谁比神更有力则是说 北检的新闻稿当中除了自清又点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侦查资讯是所有侦查承讯的参与者 包含了检察官司法警察官辩护人被告等等都可以接收 好所以帮忙做一个结论 也就是北检不排除是辩护人还有被告对外泄漏消息的吗 好因此呢现在大家都在问 像是呢前立委郑立文就说 那么你三例不是形统已经被认证做假新闻了 那么NCC在哪里 还有就是三例你要不要道歉 新闻要不要撤下来 要不要惩处记者呢 好另外呢亮哥在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稿似乎也是非常的生气 就觉得说北检你到底是多怕绿梅啊 都怕成这样了 是都跪在地上了吗 这个问题我首先来问一下亮哥 没有啦因为那个有关键词嘛 就是小省1500省庆金嘛 你怎么可能文字都一样 文字都一样是北院的 那个完整的裁定书啦 那个是镜周刊有部分转载 那那个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所以人家质疑的部分是 为什么三例记者会有小省1500省庆金这个密码吗 这个不可能是做梦梦见的啦 那你说你不是从北检得到 那潜温消息来源是什么 那显然显然一定是跟北检有关的单位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北检提讯柯文哲就直接问这一题 那就表示他在卷宗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啊 至少在USB里面或哪里看到 那他不是问柯文哲说这个是钱吗 柯文哲说他跟他说时间 然后北检不是说 可是我们去查刑事例 当天你有别的聚会 那柯文哲不是说改期吗 这个我们都看到啦 所以显然这个是北检有的资料 也是马玉文引述的资料 而且也因为这样 媒体大概讨论这个1500 大概讨论了将近两个礼拜 这个你要否认什么 你还要说马玉文讲的话 跟我们的卷宗有不服之处 这不是废话吗 谁的话会跟你完全一致啦 我们只讲这个点 就是小省1500省庆金 这个是从哪边看到的 不可能是梦到了吧 那总是跟你北检有关吧 因为就是只有他提嘛 没有人 没有人 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资深的司法记者 他们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然后另外就是台北地院的 完整的裁定书 为什么镜周康看得到 你那个是引述每一个字都一样 你还要说这个什么 有不服之处 当然北检不一定要帮北院回答啦 可是他新闻稿连法院都把他写进去了 对 军妃来自法院等公务人员 对不对 我觉得光是这两点 你就看出他在说谎啦 所以我昨天用两个字奉送啦 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 是放什么什么 小心北检约谈 要被消音的 我跟本汉又没关系 我我简单讲就是 我觉得昨天民众党看到那个新闻稿 也真的是气炸 那民众党是比较斯文啊 就说你是球员兼裁判 可是实质就是非常没有诚意啦 就是他知道 如果是他们的人外泄 那基本上就有刑法第132条 公务员卸国防以外的公务机密 是三年以下 那有刑责的啊 那接下来他就要办嘛 他想然就是不愿意这样走嘛 市长如果是这样走 连马玉文这些人都是有罪的啦 因为非公务员是一年以下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国家的不幸啊 就说这个这么明显的事实啊 你还要凹耶 你就你的态度就是 反正我不认啊 不然你要怎样 反正那个三立金新闻也都不要讲话啊 那你要怎样 这个就是我说这个叫做台湾政治的悲哀啦 就是当这些当事人很明显都在说谎的时候 你无可奈何啊 昨天马玉文出来的时候其实脸色不太好 我相信北检在里面一定有训他啦 可是训完之后结果双方得到的结论是这样 你回去不要讲话啊 我就发我的新闻稿 不就这样吗 那这样传唤五位记者发了新闻稿之后就没了吗 不因为他们都不接受访问啊 你看那个马玉文就说我是证人啊 我不便再进一步说明 就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北检邀他们回去保持寂寞啦 然后就用新闻稿带过就这样 然后就没有下一步了 他的处理就是这样 下一步就是 我们这个礼拜五立法院开议嘛 那下礼拜一司法委员会就要开了嘛 你就去面对民众党吧 我相信国民党也有人会质询啊 那检查总长邢泰昭 我不知道这个北检的王军令会不会在现场 反正邢泰昭法务部长你们就要面对 因为这个是基本逻辑嘛 就是小省一五零零省庆金 这种谁会知道啊 你若不是从北检外泄谁会知道 那完整的裁定书 怎么可能一字不漏引用呢 这么明显的外泄你还不认啊 有这样的行政机关 那如果立法院连这个都不能够 如果我还是立委我一定这样问 我就看你怎么回答 那他现在就要忽悠你嘛 因为一般人 没有像我们follow这么close 他就说哎呀 他的报导跟我们的卷证 有不符之处啦 所以并不是照抄啦 我跟你讲那个裁定书一定是照抄啦 那个不可能是改写的啦 因为写的语法跟北院都一样 那那个密码1500 那除了北检没有地方有啦 所以实在就这样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这就是你 就是你 是什么 是什么 我是巴和 要呀 是什么 我愿意 是老大 我愿意 是果然 你是 这就是Fa